第二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 日前在华府召开 会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以及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 举行联合记者会 美中双方在台湾 南海 以及人权议题上针锋相对 魏凤和表示 实现中国统一是中国的历史任务之一 若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如同当年美国的南北战争 因此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主权 杨洁篪也强调 这涉及中国的尊严和安全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 是当前台海和平困定的 最大威胁 对此美方都该有清楚的认识 蓬佩奥则表示 美国与民主的台湾有坚定关系 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关切 中国借由施压协迫他国 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 谈到南海议题 杨洁篪表示 希望美方停止频繁派军舰使中国领土与岛交 损害中国主权安全以及利益 马提斯对此则重申美国的一贯立场 至于在人权议题上 蓬佩奥表达美国对新疆再教育移的关切 杨洁篪则回应新疆事务为中国内政 外国无权干涉 尽管这次对话 美中双方各说各话 但蓬佩奥强调 双方会中也讨论 如何强化实现在军事与安全议题上的双边交流 以及在危急时刻降低风险